Hello Only Lady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鱼 我今天戴的项链 这个是Hardware系列的 然后这个是T系列的 然后手镯是一个T系列的手镯 然后还有两个T系列的戒指 因为我比较喜欢T系列 就是感觉很简单 大方 然后很纯粹 我比较喜欢这个感觉 研究的蛮少的吧 对 研究的蛮少的 但是你也不懂 对 就希望以后 可以有机会了解更多吧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 就是几年前我买过的一个 一个摩托车 一个机车的一个小吊坠 一个项链 对 我比较喜欢那个 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比较喜欢摩托车 我觉得活力吧 虽然说我看起来比较老成 然后但是其实我是一个 很有活力的人 对 也没有为什么 就是我比较喜欢吧 也不能说喜欢 就是比较懒 然后就留习惯了 然后就慢慢地就养成 这个留胡子的习惯了 进步我倒不敢说 但是肯定会有涨进 就是我觉得 因为生态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最难的是 大段的逻辑的性的推理 这个是最难台词特别多 我觉得这个蛮长 我台词的功力的吧 对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不 我们都是现场收音的 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类型 就是我应该还有很多角色 类型都没有尝试过 就没有尝试过 我都蛮想尝试的 比如说就是比较特殊的群体 就像类似于自闭症类型的 就是我希望因为这种群体的人 大家知道的了解的比较少 大家都以为他们就是得了一种病 但是其实是让这些人呢 很需要大家就是去关心 去关注他们 就我希望能演这样的角色 能让大家知道 原来还有这么一群人 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的 对 就是尽自己的力吧 尽自己的力 其实我觉得圣诞这部剧呢 我们每一个 每一段小故事都很有意思 然后不管在拍摄的时候啊 然后其实场面啊什么的 都挺好 还有大爆炸 然后就真能感受到那个 后面就爆了之后 那个冲击力的向你冲来 但其实是没有危险的 但是当时我们就会害怕 所有人也许还 导演还没有真的炸的时候 还一二三才炸 有可能我们喊到二 就已经就有点想扑倒的感觉了 蛮逗的 对